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昨天回到了故乡万里 造势浮血看到这熟悉的亲友到场在台上数度哽咽落泪 对此柯文哲是相当不以为然 认为赖清德应该先把这违贱的争议解释清楚再说吧 说今天哭了呢 哭了 哭什么 他羞愧羞愧哭了还是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听到赖清德哭了酸意满满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12月8号晚上回到故乡万里造势 数度哽咽落泪 不过对手阵营对赖清德的眼泪不以为然 赖清德主席今天他又哭了 他是为了遮掩自己被戳破的谎言而哭泣 你一样嘛 你赖清德有几十亿的权力办法选举 这种事情你那种态度 那种都一直凹一直凹 不然你一条一条回 按照黄国昌老师的那个一条一条回答 柯文哲批评赖清德迟迟不拆为鉴 是执政者的傲慢 民众党炮火连发 赖清德辩驳眼泪无关房屋争议 是因为自己的感性 第一次回到故乡为自己的选举 看到老师同学 所以我是因为很感动 所以才不禁流下眼泪 倒不是因为房子或是其他的缘故 磨干眼泪继续跑行程 赖清德早上到苗栗连跑两场造势大会 再次解释万里老家逃税问题 新北市政府要求我们先缴地价税 我们已经缴纳 另外防护税的部分 我们也还在期限内已经提出申请 赖清德强调一切依照规定处理 老家问题不断被讨论 赖清德的眼泪也意外成为攻击目标 记者姚家鼎 林宇拉 SNG小组 拍片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